我還沒分到 應該出B1還是B2 OK 我真的出錯了 這個是B2 B2是對的 我們今天來到西環 第一站是國際 不過我已經出錯出口了 我應該走回去還是 下去呢? 下去 去B1 好了 終於都出對出口了 今天這個肥麻紫美食團 就帶大家來到西環 Hello 今天是6月29日 還有一天 我這張卡就用不了 省錢大師 當然是要用盡學校的資源 我一定要用這張卡 進入我最後一次的字畫 難得出街 反規一個美絲 今天我就會用Maybelline的Sky High Mascara 說明是Sky High 當然會令眼睫毛好像Sky那麼High 好像我那麼High 我這次用的這款 就是一個暖啡色的睫毛膏 其實我之前在日本的藥妝店 已經看到不斷feature它 它是Itzy是多然的 證明了日本也是很流行的Sky High Mascara 很簡單 第一步就夾一夾眼睫毛 試一試這個Sky High Mascara 輕輕繞一繞它 就可以了 哇 馬上醒神了 它也很容易控制 就不會塗到好像蟑螂腳 因為它這隻是一個拱形的刷頭 那麼小大家看不到 我已經預備了一支巨大馬給大家看 剛剛我是用這個位置 塗上的時候就會很Smooth 不會那麼容易塗到蟑螂腳 最厲害的一個位置 就是可以用來舉重都可以 就是它能夠厲害 你看 嘩 真的可以 這邊是沒有塗的 是不行的 那我先發發脆化吧 這邊先 如果你要畫眉的話 這個也可以用來做眉GEL 到眼線的部分 我這些手殘的人 經常都不敢畫眼線 因為怕會畫得重手了 不過這個Hyper Sharp Liner 就很適合我這些新手用 其實畫的時候它也很容易控制 粗幼 那我的妝就花完了 是不是立刻有神了呢 即是我這邊呢 今次都可以做一下這個 如果大家都想要我今天用的 Maybelline Sky High Mascara 還有眼線筆的話 那你都可以買我用的PAT Set 由即日起到9月7日 只會去到這一堆商店 還有額外優惠 買159元的PAT Set 就會送這個很漂亮的粉紅色化妝袋 網上買的話 還有這個玫瑰金眼睫毛 是不是很棒呢 那你買完之後 都可以一起舉重了 出發 我現在就在石塘咀 今天這段影片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西環的回憶 第一間就來跟大家吃一個 港大人必食的燒美飯 來到西環 有一間燒美飯是一定要吃的 就是波忌 不過先說明 其實我都不是吃了很多次 我住二村的朋友 他們都說他們沒有吃過波忌 但通常住在campus 一村的人吃多些 但只要你吃一次就會愛上的了 嘩 好棒 但我平時不吃雞皮 今天都來吃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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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 吃什麼飯代表你什麼人 吃波忌的燒美飯 就代表你一個懂得吃的人 其實不是想說這些 嘩 今天就跟大家來到西環 西環主要是分西液盆石糖咀和基地地食 現在我們剛剛好在正中間 就是在石糖咀這裡的 科技是很有人情味的餐廳 而我都真的感受到它的人情味 幾個月前三年 然後他們派利是 利是的錢是有Cover的成果 不過他經常都很多人派去 已經三點半了 才可以直接入 現在我們要推介第二個 我經常都吃的一個canteen 就是在canteen裡面的 好 我帶大家去一去 拿走 拿走 剛才就說 吃什麼餐廳代表你什麼人 我還沒解釋 不是 非正式統計 通常campus hall 或者住一村的人 他們會多數是去石糖咀那邊吃東西 二村的人比較多是去金利利城那邊 如果我上學中間有break的時間 我通常都不會去石糖咀 現在就說少點熟的 但是以前 基本上你去每間餐廳都有機會會有點康味 如果被他撞破你自己一個吃飯 你會覺得很尷尬的畫面 所以我自己吃飯 我通常都會在campus裡面 或者是吃一些外賣的東西 你這間幸福翼就好吃了 特別是毒L要買個飯糰 我是毒L 如果我在campus裡面吃 我就會吃我眼前的這間 一念素食 一念素食來說 當然是吃素 但我不是喜歡吃素食的人 我都覺得挺好吃 午餐它就像那些破費 那你就可以自己夾 然後就算重量這樣算錢 我就覺得一念素食最好吃 就是這個早餐和下午茶 幾年前吃就是28元 通常是蘿蔔糕、糯米雞 那些澱粉食物 但我覺得最好最好吃的 都是它的豆漿 因為它不是一般的豆漿 而是有些好像燕蜜 很有質感的豆漿 那我現在馬上買回家 解煮 我忘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重點就是這個豆漿很熱 但我現在是冷到滑 我現在是冷到滑 我現在是熱到滑 現在30多度 我現在就要入智華 我最後一次的智華 唯一的大學回憶 智華是 還有這杯豆漿也是 因為我以前都去一念素食 然後我下個星期就畢業了 我買畢業公仔給自己 這個畢業就算了 畢業 畢業就行了 其實我有一點點不想去畢業禮 暫時是不去都無所謂 但我怕我幾年後會後悔 可能因為我對這間大學沒有什麼 還有沒有什麼貴屬感 我只是消費它 就是在標題上說 但我是冷到滑 超熱的 好像吃粥一樣 30多度的豆漿 好熱 而且它明顯是很健康 因為沒什麼糖 不行 我要入智華 來到智華 現在好像也沒有那麼冷氣 超級熱 看看今天幾道豆漿 又壞了 你看看 非慘的大學生活 是嗎 Business的人都在這裡讀 吃飯就會經過那邊的電梯 就可以到水街 因為水街也是有很多很多好東西 譬如有金牆 Dare 我想不到怎麼辦 我享受吃 對 享受吃 也有很多人吃 我也是Dare 我也沒有吃過 今場我只吃過一次 我完全不是一個合格的Corn U人 所以我現在準備 帶大家去到我比較常去的地方 就是堅尼地城 堅尼地城有幾個讀法 是不同傳統來的 有些人就是讀K town 有些人就堅尼地城 還有沒有其他讀法 隨便吧 就是這裡 街市這裡 吃的 乘機也是有讀音的 一些人會叫它做牛麵 為什麼叫牛麵呢 因為它的薩地牛肉麵是出名的 但是它最好吃的不是薩地牛肉麵 你去到時不是吃牛麵 是吃雞絲蛋菜麵 記住了 我朋友教我的 不過我今天也不是吃雞絲蛋菜麵 黑仔王 五點鐘三碗 不是說笑的 我有一點點想服 最後一屆是小姐姐 住在拖廳的時候 基里地城是一間 淡仔和三哥都沒有 這個溫度的時候 三個part time 就是回補習店 那就是在前面 就是這條街 特地選基里地城 就是有方便的 可以過來 然後再回補 是挺方便的 我記得這條街有方便 包括不是這間 一連鎖 每一次去補習之前就會吃 剛剛經過應該已經收拾了 吃個耳機 然後打電話去 去到就可以拿了 耳機最好吃的就是那個五蘭 不過我現在人大了 不知為何不太好 我喜歡吃麻醬拌的東西 糾結了很久 今天就決定吃一個麻辣雞排烏冬 最重要再加一杯冬絕 他跟我說 珍珠味煲好了 OK 黑仔王其實已經習慣了 所以我都面不改容地說 轉戰花斑 原來搬了 沒事了 我解釋一下 為何我不吃白桃烏冬 因為現在已經5點了 如果還有烏冬茶 我會睡不著 現在買完這個 剛剛好走上去營機 就可以拿到我的烏冬了 就可以回家再慢慢走 我不會在街上吃點熱東西 走上去的人真的癡癡 我現在就是走上去那條路 我滴了一盡營機 要走到博士台 真的不行 來到西環 最後最後 無論晚餐還是宵夜 還是吃熱機 宵夜吃熱機 真是最開心的事 不過留意 他是下午5-6點才開的 千萬不要太早來 終於回到來 我頭就沾沾了 不過我的妝容呢 還托到 OK 現在就是耳機的時間 嘩 搞不定 好熱 在這麼熱的天氣下 我又是吃辣的 前幾天才肚餓完 現在又吃辣的 挺厲害的 我真的很喜歡吃 是耳機打手 以前在購買的話 買完馬上去 但現在不行 現在要坐一小時才回來 好開心 還有 雞扒麻辣烏冬 在欠杯凍朱吉 可惜 可惜 而且我是一個 喜歡吃烏冬 即是粗麵 多過米線的人 不過我嫌他 用那隻烏冬 是炸烏冬 一吃就知道 我吃家 如果他是用 杜庭烏冬 不是 杜庭烏冬 如果他是用 散奇烏冬 我會開心很多 但這個很明顯是三元一包的烏冬 材料其實很普通 但你就是很推介 吃這間店的質地 還有吃的回憶 這些就是 說吃東西就是這麼出色 而我覺得他的麻辣湯 都辣到剛剛好 我想應該是等於 淡仔的四小辣 四小辣 五小辣 然後雞扒拉進去 因為他是炸過的雞扒 所以都沒得輸 整膽呢大家 我現在在構思 究竟我明天要不要去補拍這個成績 看看明天要怎樣 拍片人的真相 昨天沒有吃到成績 今天搭一個鐘車 再化妝 我昨天是特地手洗了這件衣 就是為了今天再出來 而其實如果我今天不是出來的話 我眼前的這支麥克風就不會爛了 我現在嘗試吸住它 但我希望是用到的 我剛才是一個很驚險的畫面 應該是剛剛不小心掉了一個袋子 在地上 一拿出來整支麥克風是裂開了 因為我上支麥克風也是這樣 所以我上支麥克風也是原地裂開了 但還用到的 但會無緣無故接觸不良的聲音 我覺得命運 命運是要我今天回來 掉一次 一個黑仔的心情去迎接我這個西多士 我真的很不開心 18元一份西多 兩森價 即使爛了咪 即使昨天來到已經生了 我相信今天的西多士都會好吃 不是說很驚艷 不知道為什麼 吃完一次之後又想不停吃 來吃個凍檸茶 先吃個凍檸茶 這個這麼熱的天氣 真的很差一杯凍檸茶 我眼前的畫面給大家看一下 是怎樣 是這樣 焗起了 這個西多不是九格 一二三四五十 是八格 大家是什麼人士 是煉奶還是糖漿之人 其實我是糖漿之人 不過煉奶也好吃 傷心的時候真的要吃這些 整個人立刻開心 還有第二個特別之處裡面 不是花生醬 適合了 因為我今早吃完花生醬 那就沒有重複 正宗的西多裡面是沒有東西的 加花生醬 這個裡面就有這個扣油 但這個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它比花生醬醬 這個組合好 而且它很便宜 18元 真的很好吃 但我今天不得了 10元 還有凍檸茶也OK 原來已經去到七個天了 我之前好像是六個沙 我現在要去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煉麵包店 因為準備要儲麵包糧 西環有一個位置要加分的 就是有Pernage 因為Pernage不是到處都有的 要很高級才有的 這條路是可以直上龐飛路的 但不是建議 因為它比起我想像中場很多 西寶城應該是西環這邊唯一大的商場 我都經常來這裡打椅子 打椅子 冷氣 冷氣 我已經朝著我的Pernage頭出發了 Yay 賣麵包時間 好 畫面轉回去 已經 這麼快又來到這個新界的畫面了 你在一個地方生活 你就會特別熟悉那裡 你吃的東西不是一些連鎖店 而是這些小店 首先一來是那一區才有 二來就可能是吃那裡的回憶 或者是吃那裡的人情味 我覺得我對西環 Gear地城都留下過不少腳毛 如果這次選了這幾間 不知道西環對你來說是有什麼回憶呢 如果是你 你會推介哪一間美食呢 留言告訴我 下次再見 拜拜 計錢 你好 計總量這樣計錢 我之前就搬了去 桃關環紅磡那邊 那個我都覺得可以拍一拍那邊的 一些感受 compensation 有些感受 顏值 這是一個蛋 誌 富小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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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小 herb 富小珮